開球嘉賓呢 他呢 可以說是曾經獲得了打擊王 道蕾王 同時也是2013年的WBC的國家代表隊 那個男人來了 讓我們掌聲歡迎 秘境嘉男一隊上 哇 號稱 筋肉超人喔 真的 全身都非常的精實喔 今天也特別的來到了現場 好的 先請他呢 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 秘境嘉男 歡迎 歡迎 今天真的非常榮幸的邀請他呢 來到了我們大巨蛋開球 那今天是不是先跟我們聊一下對於台灣的印象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對於台灣的美食 他有沒有稍微的研究一下 今天有吃到非常好吃的台灣料理 非常的棒 今天有吃到非常好吃的台灣料理 非常的棒 那他說 雖然沒有辦法跟各位說實際的詳細狀況 但是他的確是一位非常好的隊友 然後 彼此之間也是像兄弟一般的情依 是 那可以感覺出來 因為我們秘境嘉男真的是一個非常活潑 非常可愛的這個神敗 那最後呢 因為我們知道兩隊也有很多選手 現在在職棒球場上打拼 那自己身為前輩有沒有給他們 什麼樣的建議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嗎 哦 野球人生長久短的 一日一日をしっかり頑張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那他說 棒球的人生看起來很長 但實際上是蠻短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珍惜每一天很努力的 一天一天的很珍惜的打下去 是的 那這邊呢 也希望呢 兩隊的選手都可以記得每一天都要認真的好好打球 好的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要來進行 我們開球儀式的部分呢 那就 麻煩小翔先將手套呢 交給我們的秘境嘉男 好 麥克風就麻煩我們的翻譯 來 我們請到的捕手呢 是汪凱晨 好的 接下來時間呢 交給賈子媛的播報員 謝謝 Pitcherは Itoi Yoshio 背番号7 好球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 那這邊呢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合影 來一起啊 一樣 來 我們請我們來趕快起相互 來 我們一起的來進行合影喔 來 小心一束你了 好 再次呢 看一下我們正前方的鏡頭 OK 好的 再一次呢 謝謝秘境嘉男 Yui Yoshio 也謝謝我們的王凱晨 好 那一樣呢 也希望大家呢 等一下呢 跟著我們一起的來加油 一起的希望這支精采的好球 讓我們拿下勝利 現在的時間呢 再次的交給賈子媛播報員 為我們播報主場球隊中心兄弟的 新發達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鮮的奇小得 請大家訂閱我們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和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李樂雪 我們來的視訊 我們來的視訊 生氣